鄭任權說新增區議會議席門檻二十人 他說很多建制派議員答應了支持方案 只要立法會明天通過政改 就會在秋天透過本地立法 處理五席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舉方法 民主黨提出剔除功能組別的選民 其餘三百多萬的選民日後一人有兩票 一票投給地區直選 另一票就投給國族區議會功能組別 駕民選區議員候選人 但是泛民的盟友就不是個個都撐民主黨 還要求政府押後表決 社民連批評民主黨貝利爭取雙普選家立場 呼籲支持者明天包圍立法會抗議 我們會呼籲我們的支持者冷靜 和保持和平 不過我們同時 社民連都在呼籲 警方在示威遊行裏保持克制 不要挑釁我們的群眾 他們要求政府明天撤回政改方案 我一定要呼籲 Nick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